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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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魔向编辑》的《小星邝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珊 另外招给我们新西兰意德台仰 大家好 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视频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英国爱上期占明 催他说会去到中国外访 都从4月催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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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到8月 似乎今次就真的很多 是,今次真的会去一去 据说他们会向中国表达一些人权问题 我个人估计很怀疑 不知道会否真的会说一些狠话 狠话就不要太大期望 所以就算连BNO女儿、黄友、国际线 都知道就给他们试图了 估计都会向中方说一些香港和新疆的议题 但是对于这些香港监察 都立刻扑出来说 这样说两句,这样的表态 有效程度都是有限公司 即是经常说一些 如果实际行动都不见的话 那说来做什么呢? 这些都是一句起就两句子 例如到时我们英国方面都非常关注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 希望中方可以深切再加大力度去关注一下 希望可以得到一些更加公平的对待 可能一说完一句这些说话 中方会不会回应呢? 可能一句声都不出 可能会回应也懶得 懶得理你 或者可能举个手示意 下一件事就不要再说下去了 不过他们的寄望这么低也是对的 因为我们另外看到泰晤士报已经说了 英国外交部已经禁止政府官员 在文件内部的通讯 甚至乎大家机构与机构之间 例如要将中国、北韩、俄罗斯这一类型的国家 不准再写叫做敌对国家 当然你说国家威胁还是什么 这些就是另一件事 但起码释出一个态度就是 不要去到这么夸张、这么狂的敌对 是吧? 现在又不是打仗敌什么队才可以的 再加上其实无论中国也好 英国也好 英国在G7来说是经济表现得最差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 英国的经济都还未可以回复疫情前的水平 中国虽然很多媒体都批评 目前中国的经济不是那么好 又说青年失业率又高 但总体来说 今年预计中国的GDP增长都可以超过6% 相比起所有西方国家 有谁可以先去到这个水平 是没有的 其实整个大环境 无论中国也好 英国也好 都是不好的 这样的情况 是否应该大家多点合作 多点正面的交流 是为之好呢? 对双方也好 他们更白痴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是国与国之间的层面 但他们这群人竟然 说到这群人就是过街老鼠的层面 我觉得这里真的很好笑 一定拿出来和大家笑 他说有没有搞错 近期对于罗冠聪的家人 那些什么阿哥 大嫂 什么阿妈 还有那个加罗巴 有两个阿哥 在之前好像有父母 还有其他都有的 例如袁公怡 容海恩 或者他的儿子 什么前妻 什么妻 就是说有没有搞错 在国安署不断疯狂 追击他们的家人 令他们受到这么大的威胁的同事 竟然现在外相去到中国做外访 甚至乎被人觉得有种 识出善意 不是吧 你这个时候去的时间 就不是很适合 你好像被人觉得很软弱 喂 记得你老鼠吗 做得英国外相 怎会理你 哇 咦 什么 原来去了邀请罗冠聪的大嫂 去了聊天 放回了吗 放回了 那我就安心了 懂你老鼠吗 哈哈 那有什么问题 这些是好笑的 真的很白痴 他们觉得如果去到 每次都是失望 或者是空手而回 觉得在人权方面 去到中国 会否争取到什么回来 会否拿到什么回来 其实不会这样 无实质意义 是 你想有什么 那还好笑 他们觉得 你明知在人权方面 是得个吉的了 那你在做什么呢 是吗 不是的 所以这位外相 会说说太多有关人权的东西 但是怎么也好 我始终认为 他去到中国 一定会 浮衍一两句 说两句 又不用钱 最重要 最重要 其实他这次行程 相信都是为了经济而来 对 还有一个释出善意 希望大家先搞好关系 因为之前有一些制裁的问题 其实仍然都在 所以对于被国家方面制裁的 英国国会议员 他们都是相当气愤 都是跟那群黄友 同步 同呼吸 同冥魂 同冥魂 我看到这群人都挺搞笑 这群人 又会去谈谈 较早前 齐站明 在四月的时候 在伦敦市长官邸 发表过一些演讲 他说 要认清中国的威权主义 包括什么有权 就在香港和新疆问题发声 意思就是 你那时候说到这么大 你到时候去到 是不是叫做没有货卖 还是交功课 老实说 那些政客 政棍 是这样的 对着你们 就说到是威是小 到真的 不用交 为什么要理你们 做好你们面前的一台电影 然后看到国家领导人等等的时候 又要说自己应该要说的东西 就是这么简单 见人说人话 总之就是 对吧 对吧 就是见着洋人就说鬼话 就是这样而已 想怎样 其实是好的 我以为是好事 为什么呢 那些所谓的人权组织 甚至乎港人组织 有很多 可能连票都没投过 都没投过 对一个政党来说 一个政府来说 他们争取什么 都是争取选票 其实经济搞好 那就有选票 目的也是这样 如果经济搞不好 对政府的压力就大 政府压力大 那就没有选票 没有选票 可能要下台 政党来说是担心这一样 这才是所有的执政党最核心的利益 就是选票 对吧 没了选票也没有了利益 我们也要记住 如果只是看那些好像黄友 刚才说到什么威权主义 这些那些应该要发声 但是他们没有再去说下一句 下一句就是这样的 还说英国是不应该孤立中国 认为这样只会损害到 和违背了国家利益 我意思是英国国家的利益 还有英国是要跟中国接触的 还要有一个建设性 而且是稳固的关系 已经说明了 跟你们说这一番话 人权就还人权 经济就还人经济 这样就戒开了 当然了 不要说一些没有建设性的东西 对吧 有什么没有建设性的东西呢 例如新疆有种族清洗 这就没有建设性 香港应该要独立 这就没有建设性 说一下有什么可以 大家的制裁减轻一点 甚至是撤销它 说一下经济方面有什么合作 可不可以一带一路 可不可以办到英国 说这些才有建设性 对吧 就算什么都好 天马行空一些都好 总之大家可以叫互利互为 这样才是最好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也看到的 英国政府也有一部分 对话是鸣派的谋理相当不满 就是已经 是啊 奇詐明未出发就先起降 这些人一定 到时怕得罪中国 一定不敢说话 还说到时他会有一种 叫做奥威尔式的政治说辞 就是认为中国不是敌对国家的想法 简直就是荒谬 那为什么呢 就是出自于那些被国家制裁的国会议员 那把口 就是他们觉得很不服气 那么你这么喜欢 你不如试试过去吧 看看会否让你入境 不让你制裁了 那么大家可能想 什么是奥威尔式的政治说辞呢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 奥威尔的作品 经常要间接地暗示 警告大家 关于什么 政府的濫权 个人自由受到侵犯 或者官方对历史真相的散改 所以提醒大家要保持对权力的警惕 警惕 这个最关键的一点 他想说 齐赞明会提到一些东西 那你真是奥威尔式的东西 对不对 就是那些什么 他经常都是想暗示 中国方面 用语言 操控大家的思想 神经病 刚才我们提到 1984 即是有一种叫做新话 即简化的语言 自在控制我们表达和思考的能力 他们会有类似的说法 叫大家 哎呀 他说一些东西 都是什么濫权 言论自由受到限制等等 就是说这种是很虚伪 政治上的虚伪 觉得到时你们坐在一起 都是说一堆政治的虚词 那就算了 事实上我反而觉得 你那些所谓的人权组织 港人组织 才是这些一贯的虚话的 或者语言艺术的 喜欢说这些话的组织 是吧 对吧 你看他们每个都在喊 就是有这么大 就喊到这么大 为什么呢 就是你喊得大 如果到时旗泽明 一定没有听过来说什么 到时他没有做的话 你就可以说 我们力竭声势地说 但是仍然不理我们 听 没办法 他们两者都明白 大家都处于经济动荡 中国也好 英国也好 也好 都不能够将商业上的伙伴 这样置之于不利 这个绝对是的 没错 美国是英国最紧密的盟友 而美国对中国目前的关系 已经可以说是跌至冰点一样 是很差很差 但是这种情况 会产生日外的效应 也因此而导致 一众的西方国家 和中国目前的关系 不是那么好 其中一个国家 当然受到影响的 就是英国 英国自己自身也难保 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 最好的办法 其实就是 和中国 能不能修补这个关系 这样才是正路的 我认为 新卫城政府 走这个方向 也是走得正确的 是吧 是的 我们就在教育前的孔子学院 也没有说他再搞什么 没有啊 还说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他做首相之前 说声言会关闭所有孔子学院 做了首相之后怎么办呢 大家看看 做什么 你胜了多少 选举的时候 说话就夸张 做了首相之后 就变成了 是这样的 他不仗的 唯有寄网 对啊 过了开始先 那些选票来懲罚他 我们可以再说多一点 根据英国的每日电讯报 也有提到 即是说今次的访华 是会向中国方面 说少少香港的局势 和新疆维吾尔人的处境 例如 你说会不会向他施压 反而不是施压这方面 是要求撤销对英国议员的制裁 那你有没有说 撤销对你们八大通緝犯的通緝令啊 没有啦 走开 快点滚 还有说一下 和中国方面 如何一起谈 有没有什么潜在合作呢 例如 还有说一些 气候变化 全球经济的稳定问题等等 就是你说对于你们那些东西 我们看到 就是英国的报道来说 都是轻描淡写 而且香港 就是拎着新疆 你说 你说香港局势 那有什么 叫这么大的问题呢 如果香港局势 就是这么大的问题的话 你应该看到 就算不要理计疫情也好 什么疫情也好 应该 那个BNO签证的数字 应该是再往上才是 就是 就算不是的话 起码都过晚了 现在 哇 比起上一季 高了几百 就立刻拍手掌 开香槟 快点滚 这些垃圾 就是九千多 现在 刚刚第二季 一晚都未到 就是再之前 上一年 最後第三第四季 都过晚了 近年 即2023年的 第一第二季 都是徘徊九千多 那你有什么 这么好欢呼拍掌呢 就说 哇 这个 李家超 留不住人才 又流失了九千多人 回流的你不说 垃圾 回流不说 没错 白痴 那好吧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现在报道就说 下个星期二 即是29日的时候 就会去到北京了 好 那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是不是今次见到石坚了 好吗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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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